了解到的比这个要多的多 就是教育部门和咱们的政府确实管这个事 可是有人说管怎么没管住 现在这补课 尤其一到寒暑假还非常猖獗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必须得说 这种管法严谨的补课 如果补课就罚款 这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方式 就像我们说 这个和绝口了 你不能光赌 硬赌赌不住 你得输到 这种管法赌的成分大 他为什么我说 他不会起到特有效的作用 就是他没有解决 为什么这些学生要补课 老师为什么要主动去补课 就是说在供给跟需求这两个方面 他没有把这个事情从根上遏制住 咱们首先得实时求是有一点 不是所有家长都反对补课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在网上现在就有不少的家长 在议论这个事 你打开页面 你经常能看到微博上 有的家长对补课 他不是完全反对 他甚至支持 咱们一起看看 你看微博里边 有的家长说 我把孩子补课钱算了一笔账 真不是小数目 我也心疼的 可是别人都补 你说咱也不能孩子吃亏 补吧 还有的说孩子补课 回来跟我说 我今天考试 我语文第几 数学第几 综合成绩全版第一 我再累 我也值得 还有的家长之间交流说 我一问别的孩子才值得 这孩子成绩 跟你交多少补课费成正比 你交的多 你成绩就好 你看看 刚才咱们看到这几位置 典型的反映了一些家长心态 为什么有的家长 他同意孩子补课 甚至主动把孩子送过去 有的时候老师不补 他还来气呢 首先有一点 这个家长望子成龙 咱们现在一家 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女 过去家里好几个 你说大家期望值 可能比较平均 现在就一个 那当然要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呢 往往就希望孩子 多受教育 就多占有一些教育资源 所以有的家长 主动把孩子 送到老师这补课 甭管他是要中考 还是要高考 甚至小生初 都得让老师给补课 为啥 就想让自己孩子 多占有教育资源 在所有孩子里 出类拔萃 所以这种功利主义的 望子成龙心态 这是非常主要的 第二个就攀比 你看啊 人家那孩子不克 我的孩子也不坏了 你说这我的孩子 要不如他孩子优秀 将来孩子一大 埋怨自个儿爹 你这怎么办 得我也送去 攀比心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挺主要 咱们现在家长都忙啊 有的老人不在身边 这孩子怎么办 他放学的时候 家长没下班 他放假的时候 家长不放假 所以这让孩子 你说谁给我管 我哥都哪是 要是放到外头 再惹货怎么办 这车这么多 再出事 好 学校补课最好不过了 有人给我看孩子 带孩子 所以有的家长 还喜欢这个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三方面 咱实时求是说 这是现在 为什么一部分家长 都同意补课的 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个 并不是我们说 现在不必要补课 也补课的主要原因 这里的主要原因 在于什么 老师这一面 学校这一面 教育系统这一面 我们刚才说 有这种需求 但是老师这种 唯利是图 把这种需求 一下放大了 甚至逼的这种需求 向更高的层面去转化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比方咱们拿老师这说 我们必须得客观承认 咱们现在老师的待遇 很多地方是不错的 尤其大学老师待遇很好 可是中学小学 不见得都好 有的老师一想 我也得买房子 我也得开车 我也得养活妻儿老小 我就得琢磨琢磨 你们大伙都捞点外快 我也捞点吧 所以有的老师 他主动的想这些事 打这种歪为主意 你看现在假期 好多地方老师都是 一流的老师 自个儿开班补课 二流的老师 到有的教育机构 去当这个补课的老师 三流老师在家赶紧 帮着出卷子干什么的 出书 出教书 教学辅导材料挣钱 就这些忙活什么的 都想自己多挣点 咱说有相当一部分老师 利益熏心想多挣 也有一部分是 确实原来挣的少 他想多挣点 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教师在这方面 有着很强的利益冲动 第二个 我们再看 咱们说这个 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来讲 作为学校这边来讲 他本身呢 如果在假期期间补课呢 你用我的教师 我的老师在这儿 学校也能多收一笔费 也就是说学校呢 把这个多收的费用呢 或者是补特学校 或者是被某些 贪当枉法的人给分了 这学校也有利益 那么社会上一些教学机构 在这时候也趁机混到里边了 怎么混呢 比方教育部提出来 紧补 不准许你们补课 好 一些中小学 怕被处罚 不补课 但是他这一步补了 社会一些办学机构起来了 我们租个地方 把你们老师 按地理都叫出来 给我们服务 这回老师得躲着那个 那么补课的成本提高了 这不可能由教育机构 和老师承担了 怎么办 杨帽出的杨先生 转到学生家长先生去 反而补课费提高了 我就碰着这个事 学校说 不补课了不补课了取消了 有位家长都哭了 哎呀 这咋还不补了呢 这学校收补课费的便宜 这这哥都社会太贵了 我们都拿不起了 你看 所以我说这里边呢 它存在这个隐身的利益链条 说这个利益链条 咱现在教育部门不规定吗 抓住就罚 可是你发现罚 你能罚多少 最多使个大进 罚几千块钱 可是一个老师 就这么 如果偷着出去补课 他获得的收益 远远大于这罚款 你抓住的罚款 我交 我认了 我那边 我有更多的收益 比我工资总和都要高得多 你说违法成本 才几千块钱这么低 他能管你 罚不罚 高额补课 家长学生 无奈被自愿 分数至上 进步令 终成纸老虎 面对愈演愈烈的 补课风潮 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假期补课难题 难道真的 无药可救了吗 那么我倒觉得呢 解决这问题 不是说像现在这样 有的家长绝望 你真不得了 咱们有办法 你几个方面 欺抓共管 就能起到效果 首先一个 你比方说家长 说家长 你得降低孩子期望值 给孩子更好的业余生活 不要让他去 补课那么重 比如说老梁 你赞索 人家的孩子都优秀 我的孩子 你要放羊 你害我们孩子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从孩子发展来 那孩子最需要补的是什么 他如果要缺少睡眠 他身体能好吗 你希望自己孩子将来 学业优秀 却是个病秧子吗 你当然不希望 孩子现在需要补的是睡眠 你要有假期 先得让他睡够了 孩子是最需要这个睡眠的 再一个 从他的技能的角度来讲 需要补什么 往往是学习性格 跟学习态度 你肯定听到 你的孩子说过这样话 爸爸我真烦 我不想学习 我没觉得没意思 我不想上学 有的孩子甚至一感冒高兴 感冒不用上学了 你就说 这个孩子如果恨学校 恨老师 恨上课 到这种程度 他能学好吗 所以现在需要补的是什么 他的学习态度 跟学习兴趣 再一个 从素质教育来讲 需要补的是一些 课外活动 和他的实践 这种动手能力 这个现在孩子 极度缺乏 你不能说 你好好学习 别的事都交给家里 这不可以 所以从家长的角度 你最重要是让孩子 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 这种心态怎么获得 只有正常的成长才能获得 所以家长是稍微 把这种功力主心态降低点 那么你再从这个 学校角度来讲 我认为学校是最有作为的 怎么有作为 它可以通过 假期期间 对学生刻意活动的引导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过日本 我就发现 日本的学校 在这方做得非常好 他每个休息 假期告诉学生 我们有定点的锻炼的地方 比方说某某个体育馆 比方说看演出的地方 你去看一次演出锻炼去 学生是免票的 免票呢 出来呢 人家也给你一张入场卷嘛 你得拿着进去嘛 你把这入场卷留着 比方说我锻炼了一个小时 我到科技馆看了一个小时 好 这有个证明 入场卷 你把入场卷积到一块 如果你集齐四张或者六张 学校就会给你一个 变形金刚玩具 给你一个集齐猫玩具 这孩子有兴趣啊 他就主动的去参加这些 能提高他素质的一些 课议活动 那么这些 都是学校有力引导 可是现在我们的学校呢 初三高三 这个被升学办 给压得死死的 把下面带的这些 学校也没有精力 来在下面几个年级的 学生的素质教育上 下多大苦工 所以这都是片面升学率 弄的学校 把主要精力 集中到升学那个年级 而在这方面 他忽略了很多 所以我说学校这块 大有作为 那么作为教育的主导机构 各地方的教育局 这些主管机构来讲 我倒觉得可以通过 对学校和老师的管理 你比方说 这个学校 假如出现 他的老师出去补课去 收钱去 尤其是那种 把学生弄到一块 补那些不该补的 影响进度的 然后学生不给钱 那你就跟不上 抓住一例 处罚一例 我们不是说一定开除 我停止你教学的资格 我也勒令外边这些教育局 不能请你去补课去 这些咱张大榜公布 面向全社会 所以这是首先 主管部要做到的 那么对于学校来说 我倒觉得 现在老师 假期的时候 老师也放假 说他上了一学期课 老师也挺辛苦 可是他辛苦 怎么还有精力 偷出一补课呢 就是现在有的老师 尤其是没有教升学班的 不教初三高三老师 他的业务并不忙 那么寒暑假期间 学校不能放阳式的 让这些老师都闲着 干嘛 回到学校来 给我集中补课 补什么课呢 提高备课能力 我们请了 好的这个培训教师的教师 来给大家做培训 你把教师假期期间 一定组织他们提成业务 把这个时间给他占上 你放阳式都回去吧 他可不琢磨 我整个这班 那个班什么的 所以这几条 如果你七抓空管做到的话 那么补课峰 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削减 那么最后有一点 我想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正在现在人一提老师 你会发现 有不少人骂不咧咧的 现在这老师完了 怎么怎么如何 可是我们那时候人 一提老师 都很尊敬老师 说这个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当时就记得 我小时候我的小学老师 到我们家家房 甚至不肯喝你家一口水 哪有老师说节假日 还要收学生礼的 更不用谈到说补课收费了 那么这么些年过去了 为什么说 师德是滑坏滑到这程度 咱不能否定所有老师 咱得说部分老师 师德沦丧 就是我们管老师 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 这个话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 360行 哪一行不是 既为别人服务 同时又给自己 挣了安身立命的钱 都是 不лен哪一行 反正他们俩 Information 就是 我 完全 不 这 你 现在 干 你配不配 人家学生做